哈喽大家好,我是佳梁,今天咱们拍一期不恰饭的视频,就是我身边的这台现代库斯图 其实这台车是我11之前,就是去阿拉萨越野之前就借来的一台车 一直当做工作车使用,通过这段时间的使用嘛,我觉得这台车是越来越好开 尤其是我给身边一些带娃的,或者说家庭选车的话,选MPV的话,我这台车还是非常推荐的 首先为什么要选它当工作车,像我们想工作车的时候一般都会优先选SUV 空间大,装载力强,而且通过性和操控这一块也还不错 但当时挑车的时候,正好我就看见这台车了 再加上我们最近也拍了不少MPV车型,而且MPV也是这两年以来的一个爆款车型 我就对这台现代品牌的MPV更好奇,更想体验它一下 其二就是说,像现代库斯图这款车,其实是现代的SUV底盘跨界去造的这款MPV车型 这一点让我更去好奇,想去体验一下它,也就是猎其心驱使的我,最后敲定这台车 车头的设计其实见之见之吧,这个外观说白了放在MPV这种车型里来说也是比较偏大胆的 可能家庭的话会更合适一些 然后侧面整体的车头挺短的,而且车内的视野特别好 包括它大风挡,整个坐姿也很低,并没有像咱们一般开MPV比较高的或者说那种芒具比较大的感觉 侧面这一块方形的造型就很有SUV的感觉 单看这一块,轮胎是搭载的2255,18英寸的一个轮毂 然后侧面的话像这些也做了这种挺精致的装饰造型 含蓄车都挺爱玩这些细节的 包括像这款车型就带这个电动侧滑门 打开侧面滑门之后它的地台是真的特别的低,因为整车也不高 看它的最高度也到这儿,刚才我也拿尺的量了一下它的地台的高度是不到40厘米 而且它的这个座椅这里是可有一键往外横移电动横移的 一方面咱们可以这样很方便的上下车屁股一挪就上来了 其次就是说它往外一键横移也能流出一个特别宽敞过道便于第三排成员的上下车 因为它很低了,所以说也没有再做什么一级二级踏步 家里小朋友也很方便上下车 来看一下现在库斯族的车尾,其实从车尾角度来看也特别像SUV,包括尾权特别的短 然后车尾的话挺有标志性的这种观传式的尾灯 不过在这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它转向灯位置特别的低,都在下杠这个位置了 就是说会不会后面的车,比如说一些比较高的车 对这个位置离得近的话它会有一定的遮挡 如果说能放在上面的话那样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电动的尾门 开解后备箱之后其实和SUV这个尺寸的这种紧缩SUV一样 就是说它的地台肯定是会稍微高一点的 那种MPV地台都会有时间往下做做低 开启之后像它现在就是一个七座的状态下 后备箱剩余的空间还能放两个小号的行李箱 然后盖板下方打开还是比较规整的两块挺有深度的植物箱 除此之外后排现在的一些装备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四个塑料锚点就是这样的 咱们进入车内再看一下 我们来到现在库斯图的车内 不得不说是我开过这么多MPV里 进入车内整个视野特别低的车型 整个坐舱的这种感受 包括视野的通用性 跟SUV其实是没什么差距的 所以说就根本就没有开大车的这种心理负担 再说一下车内的这个设计及配置 完全都是遵从实用性角度而来的 然后再几次就是说有点设计吧 然后像前方的这个挺窄的仪表盘 半夜镜的仪表盘 然后显示数据也都很直观 中间这块屏幕是10.4英寸的 尺寸其实放今天对比国产车来说 这个数据算中规中矩 而且响应速度的话一般般 没有什么巴西芯片那么的夸张 功能是特别的直观 我挺喜欢的 就包括这个空调啊 这个操作啊 包括导航界面啊 而且它也是支持一些比较丰富的APP功能啊 虽然说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花里胡哨 但是就是好用直观 然后再就是作为一台MPV来说 置物空间一定要丰富 像它副驾驶这个位置小挂钩 包括这还给了一层比较浅的置物空间 下方再是手套箱 这边呢像USB充电口 手机的无线充电 两个杯架 这个下窗这么高的一块置物空间 都有 后方打开这个扶手箱 深度和开口都很常亮 有一点我想吐槽 就是那个安建挡霸 这安建挡霸这个也是挺好上手的 唯独就是它这个银色的这个喷涂工艺啊 像这台车才跑了6000公里 1万公里不到算是一个准新车 然后就有点起泡了 这个工艺还有待再加强一下 方向盘这个盘幅也算比较小的 整个握杆还是不错的 而且座椅的这个椅型支撑性是很足的 而且即便是这台不到20万的车型上 前后排座椅也都给了通风加热 以及主驾驶的这个技艺功能 配置是相当拉满 门板这边置物空间也都挺大的 这些头顶这是个手动的防向幕后领 然后天窗的 这个还有两面侧滑门的一键开启 后备箱的电动开启 然后就没有眼镜盒了 好 这又是库司图前排的空间配置表现 咱们再去第二排看一下 我现在来到库司图的第二排 也是作为MPV来说的两个尊贵的VIP座椅 老板椅 其实像库司图这个车不到20万的顶配车型 第二排就可以了 这种带腿拖的 老板椅 而且除了基础的六小角度电动调节以外 它还有这个腿拖的独立调节 而且它还可以电动调节座椅两边平移 从这个侧面的这个小把手上也可以一键去放倒放平 或者说把这个座椅往外扩 可以方便成员一步上车 或者说中间过道通往第三排 功能是相当的丰富 像我这样直接把两面座椅往中间拒 比如说后排妈妈带孩子的话 这里加个二层座椅 然后妈妈在这照顾孩子也都会更加的方便 这些配置真的特别的贴心 在这儿呢 还有这个座椅通风和加热的实体按键 这里还给了一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板 后方两个杯架 两个USB充电口 这一块可以说是一个小魔方吧 配置给拉满了 然后除此外 像这里还给了一个小桌板 虽然说桌板不这么长吧 然后塑料的承载力 一般般吧 那简单吃一个小便饭是没问题的 下方就是植物洞 两层的 车窗这里挺好的 有一个遮阳帘 然后车窗是电动的升降 这还有个杯架 都是电动门 头顶还给了一个全景的天幕 然后这里也是它的遮阳帘的电动开启 这么想到这一款长度不到五米的 算是挺紧透的MPV上 这一块第二排的响树机配置 真是一个没落 我先就把第二排的座椅 调到一个适中的位置 咱们去第三排看一下空间表现 第二排座椅调到最前头也就到这了 然后和前面按照我1米75身高调的坐姿 还有这么块的一块的富裕空间 咱们去第三排看一下 来到现在库子图的第三排 因为它这个座椅 是这个头转得打开 整体来说空间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头部空间以及这个腿部空间这一块 而且膝部空间跟我刚才把第二排座椅往前放之后 还有一拳多的距离 空间是没有问题 但我觉得如果能把脚塞到二排座椅的下方 这样我的腿会吸点会更低一点 然后靠垫对我大腿的承托面积更大 那样的承坐感会更舒适 而现在我的脚无法塞到二排座椅的下方 所以说左腿这个位置依旧会有一些悬空 一个小优化点 其他的方面包括整个座椅的这种柔韧度都不错 下坐上去之后也有一定的下线感 能带来更好的舒适性 而且第三排整个椅面都挺宽的 靠背角度也是可以调的 再看一下其他的配置 左边这一块看着比较单调 两个小的背架 右边那一块是有一个小旋钮 是可以调节空调的 头顶这个空调的风量 还有一个USB充电口的 头顶这还有三个装明灯 好 这就是现在库斯图的车内的空间配置表现 咱们把它开起来说一下 我们现在看上台库斯图 其实刚坐到它车内的话 这应该是我开过真的为数不多 视野桌子很低的这种MPV 而且它视野特别的好 整个前锋挡 包括下充盐的这个线特别的低 视野感特别好 说一下它的驾驶感 动力方面 像我们这一台是搭载的236马力的2.0T 涡轮自家发动机 参数表现是353牛米 以及174千瓦 功率是这样子 与极匹配的是 8AT的自动变速器 像这台车开起来的感受 也是完全更像一台特别灵巧的SUV 首先它的油门踏板 调的就是比较的灵敏 包括初段是整个扭矩的加速感 并没有感觉到以往咱们开过那些 纯燃油MPV 那种初段比较肉的感觉 它有一个运动模式 其实调了运动模式之后 你开它的话 更像是一台调的挺积极的 一个运动SUV的感受 包括整个的油门响应速度 以及降挡的干脆性 让你开起来还是挺爽的 我也查阅了它官方给公布的 零百加速时间8.8秒 其实作为这种车型来说的话 这个时间也还不错了 自动表现整体来说 就一弯弯的评价了 首先自动的力度及反馈感中规中矩 而且自动踏板初段存在些许的虚位 然后后段整体现行感没问题 转向手感的表现 整体的手感还是比较紧致的 包括高速式转向的这种呼吁感 而且基本上是不存在虚位的 再加上它整个比较紧凑的车型尺寸 以及后扭力量的悬架调的 也都比较的紧实 让这台车 再加上它作为MPV来说 真的不算是宽的这种车型 让整车的这种操控感还是很自如的 包括这段时间使用开起来的话 我是完全没有开之前咱们试骨的那些 什么G28 腾式D9 那些MPV有那种开大车的感觉 这台车开起来就是纯纯粹粹 一个很灵巧的SUV的那种驾驶感受 而底盘悬架方面 硬件上采用了前麦福逊 后扭力量独立悬架 其实大家一听到后扭力量悬架 不太适合做MPV车型 实则刚刚我Page也看了一下 它也是采用了比较讨巧的那种工行粮的结构 尽可能的去增加左右轮探地的行程感 作为一台家用车来说 这个舒适度 其实跟咱们传统的一些SUV是差不多的 也是比较偏舒适的 其实它的舒适度这块的调校 作为这种家用的休旅车来说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挺舒服的 尤其是中排 中排的感受是要比前排更舒适一些的 再往下说 隔音机密镜的表现 其实你要放在MPV里来说的话 它的表现就只能说一般般了 但如果说放在这个价位 还是放在价位来说 15万级到20万以内的车型来说 我觉得隔音做的还不错 无非就是说高速行驶的时候 整体的上半部分 这块风道这块隔音也还好 唯独就是说 开造会有些许传入车内 其他整体来说 你要放在15到20万内 拿到这台SUV来说的话 我觉得都挺满意的 尤其是架控这一块 还有些许的惊喜 还有就是像咱们一般选MPV车型来说的话 就是比较会担心它的这种停车问题 实在一方面 它的车型尺寸是比较紧凑的 再其次就是说 它整个操控 包括它的视野盲区都是比较小的 我觉得也是我开过为数不多 很好在狭窄环境去驳车的车型 虽然说这台MPV 你要是说去对比 现在很多市面上那种偏豪华 偏商务犯人那种车型来说的话 它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但这台车家用的话 是绝对非常合适的 就包括它的油耗 这段时间使用 基本上就能控制在8升 8.5升左右 我觉得作为一台2.0T的燃油车来说 这个表现也还可以 好 这就是加量对Kusutu的动态试驾感受 来最后总结一下 像这台现代Kusutu这个车 上市有挺长一段时间了 也不是什么新车了 然后像现在北京地区 还有一定的终端优惠 像我们这一款带辅助驾驶的 叫至爱旗舰版车型 北京地区优惠完之后 顶配也不到20万 而且我也问了 这台车最低配不到15万就能买 所以说就相当于一个 国内紧透性SUV的价 就能买到这么一台合资牌的MPV 你要是家庭用的话 我是强烈推荐的 好 这就是本期加量的日常小报告 我是加量 关注我 简直教你 进来细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